各位早晨 今天是6月30日 星期二 在美國方面 雖然疫情有擴散 即是還有機會爆發第二波 但正如之前所說 這個某程度上亦是預期之內的 反而受著波音MAX展開是非消息刺激 波音股價星期一升一成 帶動美股做好 三大指數都做好 升幅介乎在1.2至2.3%之間 都是繼續在道指方面 站穩在2萬5千點的支持位置就反彈 港股方面 其實今天高開百多點 開始之後 一度有升二百多點之後 升幅收窄一些 但目前其實港股雖然有一個國安法的影響 因為今天就剛剛表決了 但這個其實也一樣是一個預期之內 也都是已經消化了這個壞消息 所以未有為港股帶來太大的震動 但反而其實都仍然是一個上落市 你看到很多近期強勢的醫療 醫藥 或者科技的板塊 甚至是大型的例如港交所等等 這些強勢股份仍然都是繼續做好破頂的 繼續都是去選擇一些好股來炒股 就不需要炒市了